爱佛森是很多球迷的偶像 在很多人心中 他是NBA最经典最有个性的球员 影响力也非常大 不过早前在采访中 被问到心中排名前四的巨星是谁 爱佛森是这样回答的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 爱佛森是当年的状元 虽然身高只有1米83 但是技术却非常逆偏 一招变相不减速 吃变联盟 当年连乔丹都被他缓过了 早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记者问爱佛森 你心中排名前四的球员是谁 AI给出的答案非常令人意外 他表示 自己心中前四的球员是乔丹 扎姆斯 科比和韦德 这里不包括他自己 也就是说 爱佛森心中只有这四个人影响了世界 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 篮球之神乔丹统治的NBA一个时代 把NBA传播到的世界实至名归 扎姆斯也是一代超绝 人气和实力都无庸置疑 科比是最接近乔丹的男人 而韦德的实力也得到了很多球迷的认可 但是很多球迷认为 爱佛森的影响力比韦德更大 那么大家认同爱佛森的观点吗 你认为韦德和爱佛森谁的影响力更大 欢迎里面交流